路德纪第四章 波阿斯去到城门,坐在那里。 波阿斯所说那个有买赎权的近亲刚巧路过那里。 波阿斯说,喂,老兄,过来坐一下吧。 他就过去坐下来了。 波阿斯又邀请城里的十个长老对他们说,请坐在这里。 他们就坐下来了。 他对那个有买赎权的近亲说,从摩押地回来的南俄米,现在要卖我们足胸以利米勒的那块地。 我想把这一件事告诉你,请你在众名的长老,还有在座的各位面前,把它买下来吧。 如果你肯赎就赎,假如不肯,就说出来,让我知道。 因为除了你当赎他以外,我是第一后补。 那人说,我肯赎。 波阿斯说,你从南俄米手中买下那块地的时候,你也得娶已死的人的妻子,摩押女子路德,使已死的人的名字留在他的产业上。 那有买赎权的近亲说,那我就不能赎他了,只怕损害了我的产业。 你可以赎我当赎的,因为我没有办法赎了。 从前在以色列,无论买赎或是交易,决定什么事,当事人就要脱鞋给对方。 这是以色列中作证的方式。 那有买赎权的近亲对波阿斯说,你自己买下来吧,就把鞋脱下来。 波阿斯对长老和众人说,今天你们都是见证人,所有属于以利米勒、基连和马伦的,我都从南俄米手中买下来了。 我也娶了马伦的妻子摩鸦女子路德做妻子,使已死的人的名字留在他的产业上,免得他的名字在本族本乡中除掉。 今天你们都是见证人。 聚集在城门的众人和长老都说,我们都是见证人,愿耶和华使禁你家的这女人像建立以色列家的拉杰和利亚二人一样。 愿你再以法他显大,在伯利恒扬名,愿耶和华从这少妇赐你后裔,使你的家像他马从犹大所生法勒斯的家一般。 于是波阿斯娶了路德做妻子,与他亲近。 耶和华使他怀孕,生了一个儿子。 父女对南俄米说,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,因为他今天没有断绝你有买赎权的近亲。 愿他在以色列中养民,他必苏醒你的生命,养你的老,因为他是爱你的媳妇所生的。 有他比有七个儿子更好。 南俄米把孩子接过来,抱在怀中,做他的保姆。 邻近的父女要给他起名字,说,南俄米生了孩子了,就给他起名叫俄贝德。 这俄贝德是耶稀的父亲,耶稀是大魏的父亲。 以下是法勒斯的后代。 法勒斯生西斯伦,西斯伦生兰,兰生亚米拿达,亚米拿达生拿顺。 拿顺生萨门,萨门生波阿斯,波阿斯生俄贝德。 俄贝德生耶稀,耶稀生大魏。